熊猫对饲养员会有感情吗?答案肯定是会的 要是没有感情,你以为它们有着强大的咬合力,爪子还非常锋利 它们为什么没有咬伤饲养员呢? 第一只野赔的大熊猫翔翔翔翔在两岁前就一直由流冰奶爸照顾 翔翔也年流冰奶爸 可翔翔因为各方面表现得十分优异,就被选中参加首次野赔了 刚好两岁的翔翔被放入野赔培训地时 翔翔一直紧紧地抱住流冰奶爸的大腿,不让奶爸离开 而流冰奶爸只能努力地平复翔翔的情绪,最后只能分开 翔翔也曾经带着一身伤回来求助,可回来救助才八天时间 翔翔有再次被野放了,当时翔翔身上的伤都还没好去 流冰奶爸得知消息后一再请求,说翔翔不适合野赔 甚至都给领导跪下了,可最后也没能改变结局 翔翔就这样误会是奶爸一次又一次地抛弃了自己 翔翔最终跌落山崖,含恨而死 到生命结束时都依然记恨着奶爸 而他的奶爸闻此噩耗,一夜白了头 当初喜乐奶爸因为母亲生病,匆忙赶去医院 而喜乐得知了,那一天无论其他饲养员怎么收 喜乐也不愿意回家,饿着肚子把自己晾外场好几个小时 没办法,冯奶爸倒腾几趟车回去收喜乐 冯奶爸说,要是他住院,喜乐呢不得把医院都给拆了呀 最后只用两分钟就把喜乐给收回去了 时代英雄大熊猫巴斯也是,一直照顾他的施奶妈因为突发恶极去世 巴斯就一直不吃不喝的 无奈之下其他饲养员只能穿着施奶妈的衣服 照顾着巴斯,可还是被巴斯识破了 次年巴斯就去网派搭新了 那个女人江左眉眉,都不用拿任何吃的 就一句话,丫头把你的宰给我 小丫头就毫无防备地拔在你 小丫头当初生产的时候,因为阵痛太痛 小丫头就挽着江左眉眉的手寻求安慰 而江左眉眉也会轻揉小丫头的肚子 来帮她缓解疼痛 小丫头就顺势躺在了江左眉眉手臂上 那个曾经多次被放回眼睛 然后自己跑回基地 靠自己获得编制的高高 到如今都成了 一听到养奶妈竟血压高 饭都不吃 但是有跺脚有争足 就连最年轻的花菊也是 别看他一看到谭爷爷就眼里有光 可遇到陌生饲养员靠近自己时 还不是会发飙 生气 攻击别的饲养员 没有感情的陌生人接触熊猫是什么下场 北洞的战神古大也是最有发言权的